哈喽,大家好,我是胖羊 胖羊现在属的地方是位于南巴县的梭坡乡 溜索记忆的这个位置 以前他们当地的人过这个大路头的话 就是用这个溜索溜过去的 这个溜索的话是一边高一边低的 它一般的话是两根筍子 从这边的话就是高 那边的话就是那边高 它形成一个坡度,一下就溜过去了 溜索的话在以前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 随着一个时代的变迁的话 现在溜索已经逐步的淡出了大家的视野 可以看到那边的话已经修了一座桥了 现在大家出门的话都是靠这座桥出去的 现在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 溜索已经逐步的淡出了大家的视野了 可能还有一些地方的话 溜索会让大家作为一个体验项目 来体验当年的人们过这个河的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 因为下面这个河水还是比较湍急的 如果过这个溜索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 大家有体验这个溜索吗? 你们觉得溜索过河危险吗?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告诉胖牙以下哦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关注胖牙一定有点展开的美食与美景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